据环球网报道称 韩联社首尔新闻等多家韩美日前报道了 韩国民间网络外交团体韩国之友7月2日 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一张海报 抗议中国将朝鲜族农月舞 有限于韩国农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意 海报上还附上了一条韩国之友发起的全球请愿链接 号召韩国网民参与请愿 就中国对农月舞的深移行为进行所谓抵制 报道提到 中国早在2009年就将朝鲜族农月舞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入谊 但为何时隔数年韩国团体还就此发起抵制 没有看到报道事件的韩国媒体做出说明 报道称 在这张以先深移成功就是中国的马维体的海报中 韩国之友称 韩国的农月就是中国的农月舞吗 农月永远是韩国的传统文化 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朝鲜族农月舞士及演奏演唱舞蹈与议题 反映传统农耕生产生活中祭祀祈福 欢庆丰收的民间表演艺术 舞者伴随唆 那动销锣鼓的解拍欢歌旗舞表达了追求吉祥幸福的美好愿望 而韩联社在报道中介绍称 韩国农月是以打击月为主而进行的表演形式 是旨在祺院村庄安宁繁荣的韩国代表性表演艺术 也是长期传承的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中国于2009年将朝鲜族农月舞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入仪 并与同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而韩国则晚于中国五年申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4年以农月体现出韩国人的认同感为由 也将韩国农月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韩联社还称中国主张农月是朝鲜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为是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名录的 所以农月属于中国 韩国之友对此声称 中国主张朝鲜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这是没有道理的牵强主张 这是中国企图掠夺韩国文化遗产 而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介绍 农月屋已融入中国朝鲜族的血脉 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艺术瑰宝 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除韩联社外 当日还有首尔新闻 SBS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关于韩国之友为何时隔数年 现在对中国深意以示提出抗议 并发起全球请愿活动 韩国媒体并未具体提及 但据韩联社此前报道 韩国之友在去年8月17日 就对中国百度百科将农月标为 中国朝鲜族音乐提出过抗议 他们要求百度百科纠正该词条中 错标的部分 并积极宣传农月是韩国传统音乐 所谓文化掠夺 已经成为韩国部分媒体 团体或个人近年来 武断攻击中国的一个关键词 今年北京断会开幕式上 一名中国朝鲜族代表身穿民族服饰 竟然在韩国舆论引发争议 声称中国寄予韩服文化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当时表示 中国朝鲜族和朝鲜半岛 南北双方同宗同园 拥有包括服饰在内共同的传统文化 这些传统文化既是半岛的 也是中国朝鲜族的 所谓文化工程 文化掠夺的说法 完全站不住脚 中国尊重韩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希望韩方也能够尊重 包括朝鲜族在内 中国各族人民的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